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想 誰都遇過挫折 或是只有小朋友 大人挫折也很多 那怎麼樣去面對一個困難的環境 困難的情況 其實是需要很多的這個智慧 那麼 最重要的是 情緒 跟看待這件事情的一個想法 其實小朋友剛開始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去分析一個這個挫折 到底應該怎麼樣去面對 所以家長應該 首先就是如同我剛剛在前面說明的 就是說你首先要培養學生 那個小朋友願意跟你講話 他如果願意跟你講話 其實問題就能解決一半 如果小朋友不願意跟你講話的話 這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其實這整個觀念是連帶的 就是說 如果你能在很多情況之下 讓他覺得他願意跟你講話 願意跟你溝通 他願意說出他的一些心理的想法 我想這個是 整個父母來講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你怎麼讓他願意跟你講話 現在目前有很多情況之下 是小朋友不跟父母講話 如果假設達到這個程度的話 其實你在任何角度上都幫不了他 所以 真正的關鍵點在他願意跟你講話 如果他願意跟你講話 如同我前面所講的 你能夠從小培養他 你能夠傾聽他的聲音 讓他去說明事 不要什麼事情 你首先就是責備 或者首先就是訓話 你應該先學會聽 那麼如果他願意講的話 那麼你可以從他的說法裡面 幫他釐清出一些這個結果來